有人問什麼叫做低調通緝 這個問題是一哥哥哥 我沒聽過 我在警察部的年輕人 五十年代已經猜拳 我沒聽過低調通緝 通緝是通緝 通緝有分低調和高調 這個問題就是 通緝有分低調和高調 低調通緝有分低調和高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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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報紙 堂堂先拉人家差點是高調的小妹 他叫一哥哥,師姐姐叫人 你知道跑去哪裏 res yr 看到報紙的 有個手環衣采着人的波 好冬村那張照片 那裡是私人 低俗執法就有了 報紙卖出來 就丟叉我們以前的兄弟假的 這位警察局長 他叫低俗紅 起這個名是 低俗红的 教责伙计人家执法都没了威严 堂堂男子汉哭的小妹妹 要不要红肚 一出阴招 以前那些光班鞋都上转 下转素都跌下 跌下才在琴上去搭她 没人迷 堂堂父母官 那些小妹很丑怪 警察做得很差 低调通緝 够正确就下来 拿回捕捉拼 拿铃铃铃着她 慢慢调查 不告辞 有没有人怪得起 等低一宗 其他都告信 拖得完了 你才走上去找人 你真是恐懒 如果他不参加战中 你就拘捕他 人家参加战令中環的活动 就被人拿了借口 被共差蠢 你怕人家搞社会运动 那些人不够子弹 制造筹码 这个是无间道 一哥又是 共产党开了快老 智慧这些人 收了英国人钱 即是搞得到香港 没人这样做事 风流火势就来六四 就来七一游行 是不是 你想拘捕一个小孩 你没有机会拘捕他吗 找另一个案子拘捕都可以 厚洋家在酒吧扣仔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的小孩 和他一起拘捕 拘捕一层手伸 他刺一层身 他刺一层身 是不是 又不要拘捕人山村屋 你不要说去拘捕人山村屋 那些小孩的小孩 都可以拘捕他 那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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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钱我借给你 那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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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出 TOP 不懂事 那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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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人家 沒有分手 很亏 那些小孩 他说现在升官发财,我和你真是万名,拆了戒,你不帮我,还要帮外人杀自比,没有搞错 他们英国的文化转了,所以当时很难,常常开会,说话很多 我们知道,认识很多,没有水平那班人,只有我说字的 现在公务员最忍意欺骗什么呢? 他也是,走些死人法律,古灵精怪,计计数,把假期去哪里探仔,顺便探哪个老友 哪里打个拉就可以拿些分,回来寄来就可以换张机票,留些分,利数, 弄些信用卡怎样签,想想这些东西,小眉小眼的人, 人家那些机局部队都没人杀蓝子的工作风,他没钱赚,又不敢敢应酬人 又不懂投资股,什么都不差识,有些学点不学点,看图表书那些, 警察都没人杀蓝子的,有些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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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的